白化佛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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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知道我们学佛人要认识因果 智慧的面对人生 佛教经常讲观点 那么佛教对善业能够产生快乐 他这个果报 讲得非常的正确 因为当你帮助别人的时候 当你在行善的时候 你心中会产生一种快乐的感觉 因为你知道 能够帮助到别人 让别人 把洗充满 那你就会自己心中产生一种快乐的结果 因为这种果报 就是你造的善因 所以 有一些 人在社会上呢 他追求自己的快乐 然后呢 追求不到 他就会非常的痛苦 而我们学佛人 追求的是帮助别人 让别人快乐 思想一下 如果你能够 让别人快乐 你自己会不快乐吗 所以 想要得到快乐的人 就要能够懂得不失 懂得不失快乐给别人 所以我们要想得到快乐 就是要 自己先要 懂得怎么来 让别人快乐 想做善 首先要明白 怎么样别人 先 能够行善 你自己行善 就是要产生 一种心理 就是我要让众生 都能够行善 这样 就是台长经常讲的 如果我给你一把火炬 能够烧三个小时 已经很长了吧 但是三个小时之后 还是会灭掉 用什么方法 使自己这把火炬 永远不要灭掉呢 那么最好的方法就是 永远把火炬 去点亮别人 你这把火炬就永远不会熄掉 因为即使熄灭了 你还可以借助别人的火 继续让自己的火 继续点燃 所以这就是 让别人快乐 自己能得到快乐的一个原理之一 所以我们做人 要把握住 什么样的 因 会产生什么样的果 什么样的果 就能让你理解 因为你种了什么样的因 你今天能够 发喜快乐 说明你种下了 这个 发喜快乐的 这个因 这个因 就是让别人开心 大家想一想 我们人 怎么会富有的 因为很多人 先让别人富有 所以自己才会富有 很多人做生意 谁想到自己赚钱 从来不知道 让对方也赚钱 最后 他一定会 变得 很穷 一个人 能够想通 是最快乐 想明白 那是最富有 一个人 怎么能够知道 快乐的因呢 因为 凡是有智慧的人 就 已经开始种下 这个 智慧的因 所以 考虑 今后的人 就会得到眼前的快乐 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我们知道我们最后要到哪里去 我们知道我们以后 会 离开人间 所以人间的一切都是 生不带来 死不带去的 所以 你就会放下 既然你能够放下了 你就会 这个 特别的 快乐 所以很多人 为什么不懂快乐 因为他 放不下 所以要想 认识业果 要懂得 智慧人生 所以 人间很多事情 要想让别人开悟 你还不如 自己先开悟 我们 经常讲 因果 其实这是一个定律 因果圆满 就是你的智慧圆满 你今天 一旦 法源到了 你就要顺着 这个法源去做 你今天 学习也是这样 学一点 要知道一点 懂一点 我们人 要懂得 什么叫 心 什么要 什么叫思维 什么叫功德 他想告诉大家 如果你能够 知佛理 懂佛 佛学 你就会 在人间 做一个人间的 教授 你为什么 你懂得人间 应该怎么样去做人 你懂得 怎么样 相应 人生 所以大家要 懂得一个道理 学习 要越写 越高兴 做人 要越做 越乏喜 你看着 不顺眼的人 越来越多了 那 你的心 就说明 走偏了 如果你修心 修到后来 敌人越来越少 看不顺眼的人 越来越少 那你成佛 就有希望 众生 无边 所以 有时候 你修心 想要去救别人 先把自己救好 想要让人家对 佛法 能够相信 你就是一个最好的佛法的见证人 和一个 我们说榜样 人家看你学佛了 看你怎么样 如果你能够 自己先向佛 那么别人看到你 就会好好的跟着你学 所以 所以有时候人 就是永远不知道 榜样的力量 是无穷的 怎么样能够让自己 快乐人生 就是不计较人生的 失利和成功 因为失利和成功 只是 在你修行的一个过程 就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从小长到大 有多少人 他能够 就是不睡觉 没有碰到困难 所以这个过程 就是应该怎么懂得 把这些事情 好好的去 想通 想明白 记住了 学佛如果越学越苦恼 那你一定是走偏了 如果学佛越学越快乐 想通 想明白 知道人生只是一个过程 我要好好在这个过程当中 去除功高我慢 去除自己内心的执着 让自己的心 能够放下 让自己的业 能够消掉 让自己的信心 能够越来越强 学的越多 越不违背 自己所学的理论 和佛学的理论 这就是为什么人 能够成功 因为如果不快乐 不很快乐 去除自己功高我慢 你一定会让自己走偏 走斜 所以希望大家学佛 要学根本 那就是正知正见 白话佛法就是让大家能够正知正见 善根究竟 回向成佛 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好好学佛 好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做到这里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 好 下次节目再见 咳咳咳咳咳咳咳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